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USC Vanderbilt 和UC Berkley 哎呀你们要跟我讲的 要把专业也写进去啊 那个家长到时候你们再打一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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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 不然的话我回答不了的 要是什么专业 然后是本周还是外周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那下面 有一个家长 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来 他在微信私下我 问我是那个 San Diego的Biology UC San Diego的Biology 和UC Berkley的 那我先讲一下 整个UC Berkley和整其他UC的 一个最基本的区别 你们一定要知道 其他所有的UC都是 Quarter System Quarter System就走得很快 差不多八到十个星期 就在转要考试了 UC Berkley 是一个唯一的UC是Semester Semester就是 一个是秋季 一个是春季 中间大概有五个星期的休息 Semester的转的不是很快 但当然中间有了很多课 要有两个midterm 要考的 但还有点时间可以补救 Quarter System 转得太快了 所以 不是适合每个学生 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一下 所以你们有的学生 中学过来是Quarter 他可能适应没问题 如果中学里都是Semester的话 进Quarter 他会转得很快 他不一定会适应 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一下 这是个最基本的区别 那我本人呢 是不喜欢Quarter的 不喜欢Quarter 也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其他的UC的 这个放假的时间 都要比Berkeley晚 开学要比Berkeley晚 Berkeley呢 对跟我来 对我来说呢 其实跟Michigan Cornell 这种大校 很像 我先把这个问题先 我先把这个Semester事情 回答了 那Semester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比如说一月份 Berkeley Berkeley从8月下旬开学 到12月中旬结束 然后呢 休息差不多4到5个星期 一个decent的winter break 然后回来 读书呢 就读到5月 4个月 整整4个月 读到5月中旬就放假了 全美国这么多的学校 Michigan是放假最早的 OK Michigan开学也最早 Michigan是1月3号就开了 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 就是放假早 对孩子们的申请 实习 或者外出旅游 以后上班 早 都是有好处的 Michigan4月底就出来了 OK Cornell差不多 跟Berkeley时间差不多 是5月上旬 那你说UCLA UC San Diego 都要拖到6月份呢 其实这是个劣势 我个人看来 但是我这里讲的东西 我都是保留 都是我个人的一个perspective 那你们这里很多 可能是UCLA的校友 或者UCSD的 我不是说拿Berkeley 一定说这个superior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我没有说那个高和 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有的家长用一个词 就说我去踩其他学校 我不是要去踩其他学校 我找不到合适的字 不是说一个比另外一个好 这是我 我自己觉得 早学习啊 早工作啊 semester 放假早是有优势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两个 这个专业是一样的 UC San Diego 和UC Berkeley的Biology呢 我个人会 选Berkeley的 因为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那当然UC San Diego 是非常好的 我在San Diego住了27年 我们家门口 就是UC San Diego almost家门口 OK 我老公是那边的alumni 那这个学校呢 他这个UC San Diego呢 他这个Bio是非常advanced的 有些学生 被UC San Diego的Bio录取了 被拒了 反而进了LA了 这个专业上面 UC San Diego 绝对比LA 从生物上面来说 更有优势 OK 是个非常好的学校 但是呢 刚才讲到了一个quarter 一个semester system 还有一个问题 UC San Diego 有的就是个college life OK 你们去San Diego的那个town 叫La Jolla OK 它是个ZIP 就在海边的 它有一些房子 有一些宿舍 或者是教学楼 可以看到 它离海非常近 那它边上呢 就是个UTC 它是很多high rise 全是高楼的 就是那个apartment 不是说像我们这种 Dontown San Francisco 那种高楼 可能四层楼 三层楼的 那没有single family的house 因为那个地方太贵了 没有single family house 是像Berkeley呢 你这里开过来 你就知道 有一些fraternity street 或者co-op street 都是老的房子 里面有三十几个 甚至上百个孩子 七十几个孩子在一起 UC San Diego 没有这个life 你要去上个fraternity 要搞个sorority 要跑到什么mira mesa去的 所以它没有一个 single family的housing 这个跟Michigan和cornell 都不一样 因为这两个学校 我都待过 Berkeley跟这两个学校 很像很像 从建筑来说也好 这个single family house 这里大坝 都是老房子 doesn't matter ok 小朋友们开心 因为他们可以群聚 就是就是community living ok 除了这个dorm以外 就是第二年纪 就搬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 UC San Diego 我写过一个帖子 我到时候发给你 我很喜欢UC San Diego 而且现在UC San Diego 因为我原来在Qualcomm 做管理做了很多年 我在Qualcomm做了20年 ok 那现在Qualcomm的CEO 什么什么 我们都算是一起 进去的 一起grow up的 那Qualcomm的这个大老板 Founder是Dr. Jacobs 还有其他的人 Senior Executives 给UC San Diego 捐了很多钱 UC San Diego呢 他的这个President Chancellor我也见过 他是个印度的校长 ok first generation 他很会搞关系 他们Founder Raising Department 我也见过 所以他们最近 融了很多很多钱 就是不叫融资吧 募捐吧 融了很多钱 所以大兴土木 一直在造这个 student housing 什么什么的 所以从前景来说 UC San Diego 非常好 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how much how fast do you can do all this ok you see yeah 所以 从我有的时候 开玩笑 就觉得说 哪一天 UC San Diego 超过UC Berkeley了 但是我觉得 student life 还是比较boring的 到晚上去了 这个校园 反正很安静的 他没有像 这个 Berkeley的 这个live and energy 你知道去 Cesar Gate South Campus 就是 很 Energetic 很有人气 UC San Diego 没有 他这个 他这个campus 很大 就sprout 然后晚上 几乎没啥的 可能都在 price center 什么有些去 或者到 UTC去喝咖啡 什么的 就是 这个我觉得 student life 上面 有一些 而且要吃个 中饭 吃个 Chinese food 要跑到 去的 所以我就把 所以那个家长 来问我是 UC San Diego 的bio 和 UC Berkeley 的bio 从学校名气 来说 UC Berkeley 肯定是超过 UC San Diego 的 那从 student life 来说 我觉得 UC Berkeley is much better than UC San Diego 但是 UC Berkeley 他这里 有一条街 开进来 他会有一些 homeless 有的时候 家长 第一个印象 就是 homeless 我住在这里 因为我很少 经过那条街 所以我也看不到 OK 那最终 这个你们孩子 去选 你要 让他 如果我是 这位家长的话 我肯定会带他 两个学校 都去看一下 然后让他 自己来决定 based on quarter system campus life semester 还有他跟 那边的 学生 student 跟这里的 call day的 学生聊 他自己 最后来定了 因为从 这个价格 什么什么 都是UC 反正本周 外周 都是一样的 找工作 我觉得 这两个 bio 都没什么 太多差别 berry的 bio公司 也很多 而且 berry的 医院 也很好 我觉得 berry的 医院 是绝对 super超过 San Diego 的医院 的 因为 这些医院 我都自己 有personal experience 我觉得 Stanford 和 UC San Francisco 的 太 advanced 了 那边 两大 医院 是 UC San Diego 的 hospital 还有 Scripps UC San Diego 要比Scripps 要好 一些 但是 总的来说 都不错 还有就是 天气 你们觉得 berkeley稍微 冷了一点 San Diego 就是比较暖和 我把这两个 学校都比较过了 好吗 OK 那下面的问题 就是 就是要比 那个什么 UC Berkeley Vanderbilt USC 外周 这个 家长 还是 Ca 等一下 我要上去看一下 我还是要回答 我们在 加州 OK 我知道了 加州 加州 他说 要 OK UC Berkeley OK Yeah 在 他还要在 UC Berkeley 和Vanderbilt 我自己个人 感觉 Vanderbilt 这种学校 就有点像 他们开玩笑 说南方的 哈佛 他是在南方 反正 是个非常 老的学校 而且他的校友 肯定是非常 Tight的 这个就从家长 你们的学生 看吧 就是 我是不会付这个钱 让孩子去 Vanderbilt的 但是我一直跟 因为我们公司 Heddy 是做 College Counseling的 我每次 第一句话 就说 你们要孩子 申请了 你们就不能 要给孩子 一个选择 不能说 因为钱的事情 不让他去了 OK 他既然你让他 申请了 你最后说 因为这个太贵了 我不让你去 我觉得doesn't make any sense 那你当时就跟他说 不要让他申请 所以这位家长 你让他申请了 那你就让他去看一下 他如果纠结的话 我自己 肯定会是选 UC Berkeley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机会 太好了 但是你说一定 说小班子 你们如果是私校过来的 不是大公校 我觉得 可能在这里 大公校 不一定很适应 但是我们这里 UC Berkeley 大把学生 是私校进来的 我也没碰到什么问题 而且我这里 有不少UC Berkeley 学生在我这里 要coach 就上课的 他们都survive的 都挺好的 我没感觉 有什么问题 所以 这位家长 你还得 如果钱不是个问题 你就带孩子 他要得来一下 land belt 飞一下 花点钱 值得的 你让他自己挑 好吗 从Bio来说的话 我觉得 UC Berkeley 有八个Bio Major 我也不去看排名了 这里的机会太多了 而且你可以换 就是说 你从 Pure Bio 到BioChem 到这个那个Bio Engineering 我觉得这里 而且你这个 Double Major Triple Major 搞个Miner 像我这里 一个Bio Coach 他在这里 拿了一个Cout Teaching 马上就当高中老师了 因为你Teaching 很多还要到外面去 再去重新做资政的 Cout就有个Program STEM的Undergraduate 以后想当老师的话 所以就很容易 他有个Cout Teaching Program 那我儿子本来也要去 Enroll的 所以我觉得 在UC Berkeley的话 而且又是硅谷 天气肯定比Vanderbilt好 那就不用说了 反正又优势的 然后你们又是Cout Resident 我自己肯定会选 Berkeley的 OK 好的 那这个答了 已经是 然后呢 OK 家长 对 这位家长问过我 说是 CS Major UC Berkeley UCLA 和Upan 即使呢 刚才呢 另外一位群组 Alice呢 已经讲了 因为他 因为他个人的一些信息 他understand的 Wall Street的那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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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的 这些公司 可能招藤校的学生 比较多 我自己 也是那边毕业的 我自己也感觉到 这个Cornel的校友 资源非常好 就是我这个第一份工作 也是校友帮我找的 所以从校友的来说的话 我肯定go with Upan 但是 但是这个 Engineering 就是这个 Computer Science的话 他如果当时申请的是 CS Major 那我想你在这里念 Letter Science 你应该进 CS Major 可能性是很大的 或者就直入的 因为这个政策一直在变嘛 我想你们考的三门课 也没什么问题的 从这个 学术来讲 这三个学校 绝对是UC Berkeley的 Computer Science No.1的 这个也不是排名不排名的问题 就是No.1 因为这里的教授 教Computer Science 教得太好了 我两个孩子都在 都在 Berkeley念 Computer Science 然后大的 小的 我有的时候 摘车嘛 他们同学 带他们去买菜 吃个饭啊 他们都认为 这里的教授 教得非常好 这个 而且因为 Berkeley 你们看见 可能感觉上 好像 哎呀 这个小镇 破破烂烂的 其实Berkeley的北面 我是住在Berkeley的北面 非常漂亮 Sophie也来过我们家的 他也知道开上来 Berkeley Hills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这里很多教授 来了以后 他们是不愿意走的 很喜欢的 UC Berkeley 能遭到 全美最好的教授 因为教授 很多他都是 Open Mind 这里是个Open Mind 而且这里太漂亮了 它是加州的天气 但是是 新英格兰的小镇 因为它的树很多 而且很多房子 就像纽英格兰 所以那些从 MIT 毕业的那些 PhD啊 Harvard 他们都 其实有点 reminder of like You know Cambridge 当然Cambridge 没山 那这个Berkeley 其实remind me of Ithaca Cornel 就是有山 但是我有的时候 开玩笑 我说我不用禅学 就是我是每天要爬山 但是不用禅学 所以这里来的教授 这个家长接受Berkeley啊 前两天 这个 Winter Break 我host了一个 Michigan过来的 Medical School的教授 做Semitic 他都不想回去了 非常喜欢 Yeah 所以 如果是CS的话 我肯定会选 UC Berkeley 那那个 又是CA resident 所以这个省的钱 就不用说了 OK Yeah 然后 这些都是选校的问题 Steel Life 对啊 有一个家长 那我们两个想法 一样的 说 UC San Diego 是joking about UC San Diego 是socially dead Completely agree OK 家长也这样讲了 OK 然后呢 CA的 这个 还有就是一个 Georgia Tech 和Berkeley 哎呀 那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Berkeley了 这都不用提了 就是 North的 那个家长 我就不知道你是CA resident 还是non-resident OK 如果你是 non-resident 的话 Premend 我可能会去 Northwestern 为什么呢 因为 Northwestern条件太好了 OK 而且那个 campus也是非常漂亮 虽然在芝加哥 它是个secreted 我今年我们学生 早生的 有三个学生 进了Northwestern 他们都好喜欢的 都是first choice yeah 而且芝加哥 它你要有什么 life的话 它当他也 you know it's great great city life yeah 如果是non-resident 我不是家座的resident 我肯定去Northwestern OK for pre-med 你是out of state 那我 both schools out of state yeah 我肯定会去Northwestern yeah 那是no-brainer no-brainer OK 那个 如果是mechanical engineer 我会来Berkeley OK 你的谁 都是 CA resident Civil engineer CMU CA resident CMU 这是个 Sophie你有没有 comment about CMU 好像我讲的太多了 I need you to talk oh 没事没事 听好 听好 讲得挺好的 CMU 我女儿那时候 也有选择 也有在 也有option CMU 但我女儿觉得 就是non-brainer 这个 Berkeley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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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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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就是 如果特别是你想学engineering 嗯 那肯定就是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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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是 肯定就是 想到不要想 就选Berkeley了 然后刚才又讲到 那个几个别的学校 那个Wonderbell Wonderbell是这样的 南方的那个 因为他在Tennessee 嘛 因为南方的几个州 Georgia Tennessee 那个Kentucky 那几个州 他都没有好的公立大学 他不像我们在Michigan 有U-Mish 以后加州 有这么多好的公立大学 可以选 所以在南方那几个州 他都没有好的公立大学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 反正去好大学都要付钱 或者去Out-of-State 也要付钱 包括去Michigan 他也要付Out-of-Town的 那个学费 所以都基本就是 南方的那些有钱的人 就喜欢去Wonderbell这样的学校 Amory 所以就是说 他们也说 就是如果你去那里 交朋友不太容易 因为那些基本都是 比较有钱人的孩子 在那 也就是白人的孩子 在那里上去 所以就是像我们来讲 我们这边好像 因为我们有U-Mish 所以一般那个好像都不在 那个Application 那个List上面 然后讲到 所以这个是Wonderbell 然后再讲到那个Northwestern Northwestern这个就是说 像我儿子他们原来在 那个私立学校 在我们这边周立的私立学校 他们学校原来就是说 每年都能够拿到 七八个offer 那个Northwestern 最后每次去的只有一个 因为像那个Consular 就叫他 家长就问Consular 要为什么他们不去Northwestern 那时候在 但是Michigan和Northwestern 你在周立和周外 就隔一条湖 你为什么要去Northwestern 赔那么多钱 就是这样的 他说这个家长Choice 这个他们的Consular这样说的 所以这个都是根据 每个人都是 好像都是根据 自己家里的情况 然后来做这个选择 有时候都 真的是都有时候 一个也有些可能 好多家长看排名 就是有时候就是说 你平衡起来 当然这几 我觉得还是这两年 Northwestern的这个 Ranking上去了 可能吸引力又大一点 前些年真的就是 这边的Michigan的学生 很少有去那里的 他Rother一般都是 就是那个 U-Mish over Northwestern 然后 好的 就讲到这几个学校了 CMU的话 它的那个 CMU很难读的 非常难读 而且当你知道 就是说 它的优势可能 就是它在Pittsburgh 可能就是离那个 Wall Street近一点 但是它别的地方 离这个科技大厂的 没有太多的优势的 嗯 是它那边有那个 Dualingo嘛 现在是这家 比较火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是 CA resident的话 我肯定会选 Berkeley的 就是这个是 no brainer了 因为 我自己的个人观点 就是说孩子 我喜欢大的 综合性大学 那你看我自己念的 Michigan Cornell 现在孩子在念 Berkeley 都是大的 综合性大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综合性大学 有 有机会 而且我觉得孩子 可以跟不同的孩子 不同的背景的孩子 在一起 CMU 我想肯定有一些文科的科 它上科 现在ranking也很好 但是总的来说 CMU 还是太 就是说 very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stamp focus 那到Berkeley来说 你要去上个英文课 去学个什么 什么astronomy 去学一个history Japanese history 我觉得这里都有机会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学生 不是说 just like micro focus right 他们都有 不同的兴趣 那我觉得Berkeley set up for一个 well-rounded 一个foundation 因为你最后还不是 就是靠这个stem 还真的是要靠 怎么跟人打交道 你的empathy 很compassion 真的都很重要 所以 from well-rounded 这个 point of view 我自己肯定会选 这个Berkeley的 那你又是CAA resident 那就是no brainer 好了 ok 然后 我刚才是讲了我的 这个观点 就是还有一个 example 就是说我认识的一个 朋友的家的孩子 那女孩子 她有拿 她是应该是现在是三年前 拿到了CMU Cartek Berkeley 他后来选择了 Berkeley 那就是CMU 就是location Cartek 她就说太小了 刚刚刚刚刚刚讲的一点 太小了 那个课目的选择 太小了 所以她也是选了 Berkeley 她觉得这个学校 这个 氛围呀 以后选的课的 范围呀 她都比较 选 她喜欢这种 有比较 voice 是的 那那个下面那个问题 也是director过来的 是Hass的 GMP 还有就是 Clamont McKenna Georgetown CMU 和Washio CA resident OK 这个问题呢 稍微有点tricky 如果说 这个孩子 比如说去Georgetown 要去当Dippermat 那我 你们家学费 又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跑到 D.C. 那边锻炼锻炼 也是个very good life experience OK 我们有学生放弃 Berkeley去Georgetown 做Dipperm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但是 我觉得 Business的话 那这个 Hass肯定是 number one的 GMP了 就不用 不用说了 Clamont McKenna呢 是个非常小的 就是那个 五校里面的 你要带孩子 去看一下 因为那边的 这个campus的 setting 跟Berkeley 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又花 除非他给你 You know Financial Aid 或者很高的 scholarship 反正都在加州 北加南加 我觉得 Anyway 我是不会去购 是不是这个 Clamont McKenna的 而且 Clamont McKenna 这个 就是太小了 对我来说 虽然它有一个 resources OK 这里唯一的 我会consider 就是Georgetown 如果你们要做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我会带孩子去看一下 这个CMU 我想你这里 肯定是申请的 他的business school吧 那他跟Hass就不能比了 他也不错 他可能rank number six吧 Wash U 他的那个 undergraduate也很强 但是the problem is at St. Louis you know 我是不想去住在 St. Louis Anyway 因为我觉得 那个气候好像 不是 要么很 冬天很冷 夏天很热 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是杭州人 我就怕冬天特别冷 夏天特别热 Yeah OK 然后下面 by我们讲过了 然后这个 UC Berkeley和UCSD JACOB 和UP 配Engineering OK 这个我们刚才UCSD 我们也比了 我们不重复了 OK 对 你如果拿到 JACOB scholarship 有不少好处啊 所以我觉得 还是让孩子 自己去挑吧 两边都看一下 从 Student Life来说 这个我觉得 Berkeley要比UCSD 要好 好多少 就是 但是如果孩子 喜欢Surfing的话 喜欢 Sand Beach 那我觉得 UCSD肯定是有优势的 很多北家的孩子 就跑到 就要选 UCSD 因为他们这里 你从那个学校里 出去 他下面 就走下去 就是Beach 所以 其实对 有些孩子 喜欢Surfing的孩子来说 还是有 有很多优势的 OK U-Pen Engineering 这个又是个很 Tricky的问题了 从Engineering 角度来说 Berkeley肯定比U-Pen好 那刚才 那个家长 那个我的 我们的Code 群组 Alice 说了 也就是腾的优势 又Go back 这个腾跟UCE Berkeley的 这个比较了 说实话呢 有些家长 他会去年 因为我这个 host 我已经从 host好几年了 那是另外一个 story OK 因为我被 最早的 四年前 被Classify 2023的群组 给赶出来了 我跟Alice 我们两个 都被他 好像我也不知道 Alice又被赶出来了 我肯定是被赶出来了 所以 Classify 2025 2021年 我们就决定 我来 来Lead了 刚好我两个孩子 都在嘛 Anyway 这个 这个 这个就 不扯开了 那我讲 这个故事的原因 就是我 这个 就选校的事情 已经经历过 好几年的事情了 也不是这个 就这一次 2027了 以前 他们家长 问我 就是 Ivy跟 这个UC Berkeley 我的回答 都是 如果学费 不是个问题 孩子能够跑到 特别是加州的孩子 如果能够跑到 东部去 experience 我觉得挺好的 那如果是 你东部过来的 反正两边 都是负的 我觉得跑到 UC Berkeley 挺好的 所以刚才 问我那个家长 我也不知道 你孩子 你在哪里 嗯 其实 价钱 如果都一样的话 相互换一下 我觉得 it's really good experience 以后找工作 两边都 不成问题的 就是 U-Pay 也 找得到 很好的工作 Berkeley 也是 都不是 不成问题的 然后呢 这个 OK Sophia 你这个有答案吗 UC LA和UC Berkeley 哪个 it's better for pre-med 我刚才 我好像在群里 回答过了 你来回答 我是回答 Law School 我的Premate 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就是有一点 我知道 UCLA和UCB 不一样的话 就是说 UCLA有 Medical School 但UCB 没有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一点的 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是不是 如果UCB 没有Medical School 所以你如果想 直升本校的 这个Medical School 是不是会有影响 可能就只有 我觉得值得 真正 成了这个角度 来 讲这个事情 OK Very good point UC Berkeley 没有 Pre-Med Program UC Berkeley 有 8 Bio Majors 但还没有 Pre-Med 但是你可以 Prepare for Pre-Med 美国的医学院 竞争是相当 相当 厉害的 我们今年 有一个学生 Top Top 的学校本科 我们帮他搞到 Top 10的 这个 Medical School 也就是 You know Last Minute You know 我们是 understand 去年我们有 学生去 Harvard Medical School 我们understand 这个 Strong Competition 那里面呢 Medical Pre-Med 我发了一个 录像 其实你们想 申请Pre-Med 孩子 都是用英文的 家长都可以 听一下 OK 里面有一个 很强的条件 就是Strong 就是要GPA Undergraduate 我感觉 UC Berkeley 的读书的压力 绝对是肯定 比UC Berkeley 要强 UC Berkeley 还是挺难念的 OK 所以 这个GPA 的这个 我不能说 deflation 但是Pre-Med 他们收的时候 他肯定会考虑到的 所以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你想 maintain top的GPA 我觉得 UCLA is a better choice 还有 就刚才 Sophie讲的 这个Medical School 那边 边上 这个 有医院 而且 人口多 人口多 医院多 那你 到时候找个实习 internship 机会可能 也挺多的 就是 所以 if I were the kid 两边都看看 我觉得都OK 但是 从pre-med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UCLA I would think is a better choice right Sophie 你觉得 我觉得是 可以这样子考虑 对 嗯 呀 呀 好的 那你来比吧 下面一个问题 是 Direct给我 UMISH UC Berkeley 和Emory 都是out of state 然后Data Science 都是out of state 学 Econ 未来可能学 Data Science 怎么选 嗯 Sophie 你来回答 哦 那就肯定是 Berkeley了 Berkeley的Data Science 是最好的 嗯 然后 那个 Mishigan也不错 Mishigan就是 学校这个氛围很好 学校氛围很好 然后它这个 spirit很high 因为它的体育 很strong嘛 所以就说 那个就是说 从学校的氛围 然后 来讲 我是觉得是 可能是 那个 U-Mish的 它这个 宜句度比较高一些 最高的 我觉得是U-Mish 然后 专业的角度 来家 肯定是Berkeley 阿玛丽那个 学校 现在刚才我讲 那个Wonderbill 一样的 它主要就是 南方那些地方的 有情人家的孩子 没有好的 公立大学 可去 它一般就喜欢 就喜欢 把孩子送到 这几个大学里面去 嗯 基本上就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yeah 都是out of state I think it's between I would choose U-Mish 和UC Berkeley Obama都把他的女儿 送到Michigan来 所以对吧 Michigan是非常有优势的 而且Michigan 它的这个 accept students day 它做得很好 你们要去 register的 它把你们搞到 这个大的auditorium来啊 然后带大家去参观啊 还有吃饭啊 反正搞得非常好 而且 Michigan Sofia 说实话 Michigan的食堂 也做得很好 就是花样很多 就是undergraduate食堂 嗯 对 Obama的二女儿 在 U-Mish Ross 多了两年 但现在转到USC了 因为她跟她姐姐 她姐姐不是在洛杉矶工作了吗 她 USC跟她姐姐在一起了 Yeah Yeah That's fine That's fine Yeah 她不去上哈佛 去上Michigan 也有道理的 So OK 下面一个问题是 Berkeley的 Chem College Chemistry Yes CS minor 没有问题 我知道有学生 Class of 2025 就是这么操作的 没有任何问题 可能还拿了个minor呢 拿了个major呢 我还 minor肯定是没问题的 Yeah 然后 business focus Washu has full tuition Merry 那我肯定去Washu了 一个家长 一个private message 她如果 如果有full ride的话 你是Washu in St. Louis I would definitely go to Washu Don't miss out the full ride OK I just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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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school 我的发小是Washu的 PhD毕业的 在NYU Stern 教当大教授 就是Washu 是非常强的 一个学校 特别是business Yeah 未来想学一的话 去Promona怎么样 Sophie anything about Promona Promona应该可以吧 我们那个不是 那个得 Roberl 讲的 那个化学 那个叫 就是 Promona的本科 以后去呢 别的地方读 读了PhD 以后来 Burkeley 做教授以后拿了Roberl 讲嘛 嗯 yeah 小小的一个文理学校 应该是可以的 yeah 学一的话 OK啦 如果是InState的话 我觉得还是Berkeley 核算 它是私立学校 它是要付钱的 是 是 Promona是个很小的学校 我们家 亲戚好几个 都是Promona出来 他们在教书 yeah it's okay it's pretty attractive 而且而且录取率特别低 yeah 应该我觉得应该会可以 如果你不考虑学费 不考虑 钱 学费钱 然后小孩子喜欢 它那是属于私立的 小小的 小小的一个学院嘛 对吧 是 他们很take care 的 yeah 然后是 UCLA UC Berkeley Major Data Science 你的Science 哦 那就还是我觉得就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呢 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还是Berkeley的Data Science 强嘛因为Data Science就是在Berkeley的话其实就跟Computer Science在一起的 嗯 都 那老师在教这些课程 然后就是UCLA就是他们小孩子觉得那个学校好像挺好玩的 所以就是还是看小孩子自己的选择 嗯 这个就让孩子自己选了 对 我们家的孩子他还是想来Berkeley 所以他生存专业角度来选了选了Berkeley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有些孩子觉得UCLA那个地方好像他们有啊 那个那个cateria的富得挺好啊 也可以四年住Dorm啦 然后那个Laborhood也很好啊 他们好像玩得挺开心啊 所以从就是从孩子的喜欢的角度来选吧 嗯 That's right Yeah 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就CA resident OK 就是UC Berkeley的LS和USC 对今天Alice不在 她是USC的群组 Alice两个小孩 一个在UC Berkeley 一个在这个USC 所以她对USC比较熟悉 是这样的 而USC是个网红学校 USC现在这个popularity是 就是坐直升飞机要往上走 啊 USC的早工作 他们career center啦 那个network啦 是非常好的 OK 她有她的优势 她的劣势就是贵 你即使拿到Mary Base的话 你的CA resident 你还要多付至少一万五 因为她是七万块钱 除上二就三万五 那这个 这个UC Berkeley UC的那个差不多一万五吧 现在大家都涨价了 所以还差蛮多钱的 嗯 所以如果钱不是个问题 那bio major 你以后想去做pre-med啊 什么什么的 读书肯定USC轻松啊 她把你照顾得好啊 是吧 所以人家说 要有个女孩 我就送去USC啦 开玩笑 哈哈哈哈 I'm just joking here OK Yeah 就是说你女孩不是要富养吗 我们中国人说的 所以 anyway Yeah 所以这个我就是你们自己 personal的决定啦 家里的决定啦 It's a tough call 从academic来说 我自己个人感觉 UC Berkeley的 进来的学生 这个读书能力 肯定是蛮强的 那你看你就是 你要跟哪些cloud 就是我不是说 USC的人成绩不好 USC成绩好的人大把 但是他是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考试啊 教授啊 我觉得这个严格程度啊 就我不能说严格程度 就比较tough啦 这里可能academic 可能于Berkeley 稍微卷的厉害 已经就竞争厉害一些了 就是 所以 Yeah It's a tough call 你们自己加娃 自己去决定吧 Yeah OK 这个我来回答 下面是Econ Berkeley 比起UCLA和 Cornel 应该Econ 我没有去看过排名 我觉得Econ的Berkeley 应该是超过Cornel的 我是Cornel的Econ 毕业的 而且CornelEcon 比较复杂 他各个 College都有Econ的 懂得来说 我觉得Econ 应该是比Berkeley 比UCLA和Cornel 要强 不过你们去Google一下 去看一下排名 这是I'm just guessing OK 然后呢 通常修哪些minor 这个事情 你们自己考虑啦 minor 你想 我老大 他是喜欢教书 他本来minor education minor 他是computer science 我老儿喜欢数学 他现在说Double Major 数学 每个人不一样的 那有些孩子Econ 进来的 他要Double Major Computer Science OK 那我们有学生 Double Major Computer Science 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你们孩子 自己的 这个自己看喜欢 那有的他说 我Econ进来 我想去冲Hass 那你们第二年 去冲Hass Hass他录取率 好像是10%吧 I forgot Don't quote on me OK 去看一下 也不是很容易 应该好像是10% 不容易的 读三科 那就不用比了 如果你不是 FullRide at WashU 如果你们 FullRide in WashU Go to WashU Who cares I would take advantage ofFullRide Berkeley的MET 如果不是FullRide WashU的话 我肯定会来 Berkeley的MET What do you think Sophie What would you choose FullRide in WashU 和FullRide in WashU FullRide in WashU MET 对 对 你怎么选 你刚才那个 也是在本周吗 也是在本周吗 他没说 如果你是靠本周 以后你喜欢 这边的气候 大概就四万块钱 一年 所以就是 WashU 就是FullRide 就省四万块钱 所以就是说 所以就是看小孩 以后MET 这个program 肯定很好 但是课也很重 课也很重 好像必须修 每个学习要修五门课 因为有些课 课也重的话 五门课跟你讲 还是压力还蛮大的 很多小孩子 修四门课 如果修一个 一个主课 和两个主课的话 基本上就 一直就在做 要不就在上课 要不就在做 根本一点别的时间 没有 一点娱乐的时间 都没有 所以MET 看来是肯定是很优秀的 但是又要做好准备 没有 所以就是 MET的这个情况 但是他因为 只有一年 每年只朝五十个 所以他真的就是 全方位的培养 能读下来的话 肯定是非常好的 是的 我们有coach MET 他在进Berkeley之前 就在我这里 帮我们教课的 就是教大学生 教高中师嘛 所以四季 第一年 他说没时间 那现在我看 他又来帮我们教了 就说明还有时间了 我都很surprise 压力肯定大的 MET压力 而且你是跟 他的录取率是 100%的 MET 只有五十个 只有五十个孩子 在那个program里面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是从省钱的角度 那肯定是 Washley的Full Ride 但是就是说 Washley的Full Ride 因为我们那时候 带孩子出去打球的时候 推野去 就顺便去看过 那个学校 他就是比较 有点有点像 就是小小的 那个campus 就是他的Dorm 和那个什么 那个教训楼 就在一个campus里面 所以就是小小小小的 比较compact 所以如果小孩子 喜欢那种 小小的 那种私校的 有点像 私立高中 那种氛围 那就是walking distance really just a few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 from a dorm to那个 Electric Hall 以后 Berkeley的话 它的那个campus 比较inclusive Dorm都在外面 那个living都在外面 然后学校 有这种 真的是有这种 学校的那个范围 那个氛围 我还比较喜欢这一种 所以他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 还是孩子去看一看 去感受 对 去感受一下 我同意 我同意 yeah OK 然后下面是个TUFTS TUFTS和UC Berkeley OK 是这样的 对 我老大也被TUFTS录取了 我到TUFTS也去转过 很好的一个学校 TUFTS在Boston 应该是排名第三吧 除了MIT和Harvard 下面就是TUFTS 它是个综合性大学 学校比 它有两个特别好的 其实我自己也申请研究生的时候 TUFTS也申请了 它有两个最好的program 很多念pre-med 跑到TUFTS去的 还有是念 那个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就是国际关系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science 和这个文理 其实都挺强的 computer science一般般 所以孩子如果不去念 computer science的话 家里的这个钱不是个问题 如果钱你觉得 因为钱不是个问题 是两极种 讲 第一个就是说 你有529 因为前几年股票涨得很好 如果你再放在529 你肯定要用掉的 那就不是个问题 你就花 对吧 那如果说你要卖个房子 搞个卖个股票 还要来付学费 就比较麻烦 所以要这样操作的话 我是不建议 我觉得UC Berkeley太好了 但是如果孩子需要被 taken care 这个那个 TUFTS应该不错的 但是当时我们也是参加了 新生招待会的 TUFTS录取率 现在已经低于10%了 也是跟腾的这样的一个录取率 有些不少的家长 我还写了个帖子 不少的家长还真的吐槽 都觉得这个钱太贵了 但是他们有的孩子 都是被MIT reject来了 就是next one 就是TUFTS 因为他们在New York State Kinnettica 他们没有好的坐立学校 所以孩子一定要来念 家长也没办法 他们不想去Stony Brook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那你这个从经济角度来说 UC Berkeley这么好的学校 你放弃了 跑去念私立学校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的 但是如果你有Enough 529 Go for it Why not 如果孩子喜欢 那就让他去念 其实TUFTS蛮好的 我是很喜欢这个学校的 我们今年也有学生进了 进了TUFTS 他也很喜欢 而且又在Boston Havard MIT 这个town 我忘记叫什么town了 边上有个height 我去过好几次都是住在 那个小town的 那边餐馆挺好的 有一家 如果你们还是去了 可以去一个Himalaya餐馆 挺好吃的 Yeah It's good Boston is good Yeah 就是冬天稍微冷一点 但是也没有像 Cornel那么冷 所以OK的 Yeah 希望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OK 然后下面呢 You see LA GPA容易吗 Sophie You know the question 不知道 但是肯定 肯定是UCB是不容易的 UCB的要好好读书的 不能混没有 混不到成绩的 这个我可以肯定 但是UCB的GPA 那个容不容易 那个不是 那个不太清楚 我觉得也不容易 因为回到了那个 那个quarter system UC San Diego也一样 也都不容易 OK 因为他赚得比较快一些 而且UC LA的学生 大把也有大把好的学生 所以我想差不多 可能Berkeley功课 是稍微难了一点 我是感觉 你看你怎么选课 所以我也不想 把大家搞得都交流 开完这个会以后 大家都不选Berkeley了 OK 那这样 特群 特群 那不是这个目的 不是这个目的 就是说 像刚才不是说 他们就讲 Berkeley为什么 他比较难一点 但因为他就是 把这个学生 Propel的很好 他们到了这个work place 他们就讲 Berkeley的学生 Well prepared 别的学生来的 就是有时候 要很长的时间 Catch up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为什么会难一点 所以他就是老师 还是确实是 这个program 他design的很好 他是难一点 但是把你 Well prepared 这个是他们 刚才不是讲到 我女儿去interview的吗 他就是 那个面试官 就跟他们 跟他这样讲的 是Berkeley的学生 就是Well prepared 别的学生来的 要 need long time to catch up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哪有他 哪有他的 哪有他的 好处 也有他的 他builder 那个reputation 在哪里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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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gree Sophie Yeah Good OK 下面也是个 private message 是 UC Berkeley NonCS和 NYU的CS 哇 我家孩子 也是想学CS OK 想学CS 那是tricky 那我就把钱的问题 我不重复了 你们钱自己去处理了 这跟我没关系了 这个CA resident OK NYU呢 NYU他就是看孩子 基本上如果他想 住在纽约 因为NYU没有一个像我们 这种UC Berkeley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inclosed 一个campus 基本上就在 Downtown嘛 这氛围是不一样的 而且住在纽约 如果说 you know once in a lifetime you can live in New York City why not right 所以我这个 真的还不能 帮你们决定 但是如果从家常决定来说 我说 I'm not gonna pay I'm gonna go to NYU if you can get into Berkeley 人家可能会觉得 oh you know 很多老外可能会把这个 他们觉得会不可思议的 我是觉得 如果我孩子进Berkeley 我肯定会去 no 希望他选Berkeley 但是我一直跟你说 最后是孩子自己选 你让他申请了 他自己选 所以 不管你什么倾向吧 你带孩子去 两边看一看 然后看看跟他说 冬天很冷的 如果你们是加州resident 纽约也是很冷啊 而且纽约春天下雨啊 我去年有在纽约待了 好几个星期 还下雨 我觉得待久了 加州过去的 也不一定会适应 但是呢 我们这里有 UC的毕业生跑去纽约 他跟我说 他说他也不喜欢 他最到了顶尖的 那个investment banking 他说他喜欢打高尔发 就是野外的活动 所以这个事情 你们到时候要看一看 这个你喜欢 outdoor swimming outdoor golf outdoor tennis 那纽约都是有限制的 ok 所以我就把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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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你要deal with 这个天气 这个 讲清楚 而且纽约真的是 还蛮贵的 我觉得纽约肯定 要比berkeley的贵 那适合做 ok ok 好了 那我讲完了 我55分钟 超时10分钟 ok 最后一个问题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就是说 因为我在首先没有发现 嗯 那个我女儿是这个 这个 un-declared major 进的 Legend science 想问一下 这个在选 选 major的时候 有什么限制 然后应该是第一年 就要 declared major 还是要第二年 可以 然后他有兴趣 说 the data science 的statistics 谢谢 嗯 Sophie 你可以回答吗 嗯 你是 你刚才 讲师说 un-declared 的 computer science 没有 他是un-declared 然后 就进到 Latern science 这个 college 然后他的 division 应该是 physical mathematical 和physical 那部分 因为他是想 那里边 是有一个 statistics 他是有兴趣的 然后他想 就看一下 选课的时候 是不是有限制 然后要什么时候 才要declare 这个major 哦 那个statistics 那一块 是不是有限制 要declare major 我没有研究过 直到CS 是要 要把这个三门课 CS61A 61B 或C70 把这三门课 preverquisite 修完以后 才能够declare major 别的 别的专业 是不是有 可能 我还没有 我没仔细去看过 就是说 是不是有 preverquisite 以后 才可以declare major 但是我 就是在同一个college 里面 Latern science 这里面 都可以declare 这个major 是吗 就像你说的 比如CS 那三门课 都学过以后 然后再有一个 holistic review 然后才可以declare major 它是现在就 right on size 但是今年 是这个policy 又是什么情况 那个CS 那个丹丹 你知道吗 哎呀 我跟你说 网上全都在吵 这个事情变得 谁都不知道 真谁都不知道 我觉得 Berkeley CS Department 都可能搞不灵清 是这样的 我先把往年的事情 讲一讲 然后把新的政策 讲一讲 往年 2000个人进去 不管你undeclared history majors computer science major 所有人都是undeclared 意思就是 所有人都跑去念 computer science 然后刷掉一半 至少 OK 那就是考三门 功课要逼加 OK 这个事情 我网上有录像的 你们到时候想看一下 再不行 我现在 Berkeley学生太忙了 不然的话 我就抓几个来 用英文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是that's next Next step OK 那你们就是 如果是往年的政策 你们孩子 get data science也好 statistics也好 computer science也好 都没问题的 OK 那今年的政策 他们说你直升 computer science 他们有一半的名额 他本身 他本来每年是700个人的 好像一直 每年700个人 应该是每年700个人 从letter science don't quote on me OK 这个是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他们说现在捡到 好像是我看了一个 YouTube 好像270个人 捡了捡了很多 然后有一半是直升的 有一半是你大 就2000个人里面 你不管什么 每一天都去抢的 然后要holistic review 什么什么的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你的孩子学 computer science 是今年是比较challenge的 如果是新的政策 但是我不觉得他declare data science 和statistics有任何问题 对别的专业没有问题 就是把那个computer 我们不是很清楚 就是从今年开始 以往都没有问题 随便你 只要你能够把这三门课 拿3.3以上的GPA 你就可以去declare 然后再讲到 我就是有一个 讲到刚才讲 那个 Minal和Major的那个事情 看前面有个教授 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 从 应该是去年 20 21年 21年 去年 是前年 前年毕业的 拿了三个Major DES Economics And Applied Math 在Berkeley 他三个Major 不是Minal 三个Major 所以 在Berkeley 他就是Latest Science 所以 all the possibility 这样你能读下来 对 所以最后 我再总结一下 Sophie thank you for emphasizing Berkeley是个最自由的学校 真的是自由 第一 你如果学校里上了 一大堆AP 好了 帮你省钱了 高中里 你都可以抵学分 就是你general requirement 可以抵很多学分 OK 如果你你上那个 这个上了很多AP的话 很多学校是不允许的 OK 那这个就是自由 然后你在这里来呢 像我们家娃呢 不喜欢上英文 为什么呢 如果上英文这里太难了 OK 不一定能拿到A 好多孩子 理工娃全跑到 Community College去修了 不可以允许 这就是自由 然后呢 Double Major Triple Major 两个Major 一个Major 随便你搞 OK 随便你搞 只要你 让你能弄下来 让你能弄下来 真没问题 没问题 我自己 因为我老公是UCSD的 他是Computer Engineering 他还贞念了五年呢 他说的这个Quarter System 那个好像不容易毕业的 那个 然后我们家嫂嫂是UCLA的 本来我儿子老大是不想申请UC Berkeley的 因为他成绩很烂 OK 我不是搞了个小红数吗 是十一个B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他确实他不想申请的 然后他有个perception 大家选的厉害 然后又不安全 是我们家嫂嫂逼着他申请的 跟他说 说你要想读UC毕业 Berkeley是最容易毕业的 最早的 我大把听说三年就毕业的 那个我跟我一起cohost的群组 Alice也说 他孩子两个Major 好像三年半就毕业了 我老大三年半 其实就是三年毕业 他是拿了Computer Science 他没后来这个Education 和Call Teacher没修完 他中间半年跑去做饭去了 Sophie是知道的 我们家修学 多自由啊 take a gap semester 他就跑去做饭了 在Berkeley一个网红店当小厨 OK 所以Berkeley是最自由的 这点我一直 我要强调 就是如果你是加州的孩子 来念 学费又便宜 又这么自由 天气又很好 然后最好的 我告诉你们 播吧奶茶 边上 数数有十几家吧 Sophie 我都没数过 是的 是 这东西是 那个choice很多 以后 Dome那个地方周围 好的餐馆 我就有时候路过 那个半夜了 还是满满满街满街的 学生在那里吃东西 对 Berkeley是最最特有特色的 大学城 那我Ann Arbor 我也待过 Ann Arbor是很好的大学城 很好 也有各种餐馆 但密集程度和亚裔餐馆 跟跟Berkeley是没法比 那Issaca就是那个就不用说了 OK 那我对Cambridge很熟悉 我弟弟在MIT念了七年 他是博士 我经常去Cambridge 那你也知道一个Harvard Square 那个MIT是Candle Square 也没啥餐馆 OK 现在稍微多一点了 那这个餐馆的密集度跟Berkeley 是不能比的 那你们只是看到Berkeley 南面的这个 那个Telegraph Bancroft那边 Unit 1 Unit 2 Unit 3 那边有很多餐馆 但是真正的Berkeley的 好吃的 在外面 你到北面Berkeley 有个Solana Street 就是Berkeley Hills 下去跟Albany一起 那条街 大概一个mile到一个五 一点五个mile 到处都是餐馆 我那天数数印度餐馆 大概六七家 中国餐馆就三四家 那就不用说了 然后你跑到哪面去 College Avenue 跟Oakland交界 不用觉得Oakland好危险 那个就是不危险的 那个District很有意思 叫Rockridge 你们如果想加我朋友圈 你们加过了 我就accept accept 我经常在朋友圈赛点东西的 我不一定把朋友圈东西 都赛到那个群里面来 没关系我不赛 但是我会share一些 Berkeley的life 那个Rockridge的 那个八十一条街 有八十几家餐馆 哇 这个 这种 这个 这个 这个lovely 就是这种 喜欢吃货的这种地方 我觉得你们在 其他孩子 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那你们想撑个地铁到 Duntown San Francisco Bart 大概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就到了 然后两边机场 一个Oakland和San Francisco 全是直飞 OK 我刚从欧洲回来 Munic直飞 从Histro 伦敦直飞 我原来住San Diego的 人家说San Diego 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我从来搞不到这么好的直飞的机会 所以我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就是有多少有优势 那你可如果想跑去 朋友们因为很多是从湾区申请过来的嘛 那去个南湾啊什么的 那边餐馆也很多 反正天气也很好 虽然今年冬天不大好 一天到晚再下雨 OK 以前都很好的 行那我想我们 你不是刚才想学那个英文 那个community college 那个information share一下 可能他们很多 很多家人可能会感兴趣 都不用了 他们孩子们都会 都搞得聆清的 我到时候早早看吧 不是他在那个 他是这样的 他有这个东西就不用说了 因为你要到call 你要学生进去到学生网站 那里面所有的information 都有的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access学生的网站 我孩子们都在take的 都在take上面 对 I don't encourage it 这是他们自己的choice 因为我觉得 Berkeley的大教授 诺贝尔讲的大把 有这么好的教授 你为什么跑到外面去学呢 但是孩子们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事情就跟我没关系了 OK I don't encourage 这个practice 刚才讲的 单单讲的吃的 然后还有就是 Berkeley的 Sonset 日落 好漂亮的 是的 那就不用说了 That's a different story right Sophie 非常漂亮 对对对 漂亮 行 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吧 如果下次要 需要的话 再搞一个 其他的room you know 不是选校的 或者搞一个另外一个topic 比如说选课啊 什么实习啊 我们到时候再搞一下 好吗 嗯 看看 好 谢谢 OK Sophie啊 你那边很晚了 OK 10 o'cloc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everybody 多谢了 再见啊 OK 拜拜 拜拜